這個鍋煮奶茶真的喝起來真的是 欸你知道我們那種蛋糕菜圈都沒贏過嗎? Shelie Pong 不稱職YouTuber 哈囉 我是不稱職的Shelie Pong 今天我們來開箱最近話題度超級高的 永鑫鳳茶奶茶 這間店開在微風南山的愛妥麗的二樓 整間店是用一種粉粉奶茶色的感覺來做設計的 雖然目前整很多可是都可以電話訂了 我覺得還蠻OK的 他們菜單很可愛欸 可愛的菜單 鍋煮奶茶是這一次他們的招牌 有很多種然後還有奶蓋跟燕麥奶茶 還有茶酒專區 那原本台式的餐點其實也都還是有 價錢跟原本永鑫鳳茶的價錢也都差不多 整間店其實還蠻大的 它除了外面這邊有座位之外 裡面這邊還有一個名錄底 這人剛剛念秋錄名啦 很像 裡面這邊還有一些有沙發味的 也是明亮明亮奶茶奶茶的 我原本就很喜歡吃永鮪鳳茶 我覺得裝市場還不錯 然後這邊就比較 少女少女的那個氛圍比較多 那...這個... 新的 新的啊 新的啊 而且我覺得它蠻寬敞的 是嗎 我覺得你這邊位置其實算幾個 亂講話啦 辣胃三杯雞飯 280 我的蛋破了 NO 台式排骨咖哩飯 也是280 排骨咖哩 覺得很...香欸 它這個排骨很像是那個... 臉太重了 這個排骨咖哩 它不會像一般餅長餅 它就... 很脆 那這三杯雞飯喔 這其實... 是有一點蠻辣的 它...它真的有在辣欸 我吃兩口就覺得有點辣欸 超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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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昨天台湖很好吃欸 它外面是脆脆 然後它裡面又很嫩 兩個就還蠻成功的 超棒的 可是你也蛋破掉了 對 它又不是小辣 中辣 快辣到我的臉已經... 有點發熱發熱了 我覺得這邊的地板也很可愛欸 就是這種... 粉粉大椅吃的這種感覺 真的假的啊 我阿嬤家裡吃這種地板欸 就像一塊一塊的 哈哈哈哈 真的是啦 粉粉它是綠色的 對喔 顏色不一樣啦 哈哈哈哈 熱的明露底特調 縱頂烏龍奶蓋130 重點來了 明露底好像是他們特調的 有三種茶葉混合的奶茶 覺得有香欸 它有一點烏龍感 可是又沒有... 爽 我覺得是好奶蓋 就是鹹奶蓋 是鹹的 我喜歡這個 哈哈 喔這蠻好喝的 那就太好了 洞頂奶茶乳酪150 紅玉鴛鴦提拉米蘇180 哇塑膜很弱 它是有點鬆軟鬆軟的 起司味沒有很重 我是那種不喜歡起司味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那個雷卡爾的起司蛋糕 它上面是有一點那種粉 然後中間還是有點蛋糕 其實是起司味沒有很重 我覺得有點嗆 所以那是好吃的嗎 好吃的 可以 換一個 紅茶味沒有很重 可是原本其他明書的咖啡味 也沒有那麼重 可是我覺得沒有那麼好慘 所以我想 是好切的提拉米蘇 哪一個提拉米蘇不好切啊 它上面提拉米蘇是不會 掉出來的 有些那種很厚的 什麼意思 你說它粉很多的 這個控制的 通常跟提拉米蘇都沒有很重 反正是奶酪很甜 它真的蠻好吃的 鑽龍咧 它們鑽龍 有嗎 有鑽龍棒 而且它的那個顆粒感很足夠 為什麼是這個 鑽龍 太好了 我們一人吃一個 你這樣 哪一種蛋糕 猜成都沒吃過 哼哼 皮拉米蘇啦 這個鍋竹奶啦 真的喝起來真的是有溫潤 就是它的茶味之後奶味也很重 聞到它裡面的烏龍跟紅茶的味道 可是它奶的味道也是很足 它不會讓你覺得很水 珍珠真的 QQ珍珠不是軟軟珍珠 為什麼有毛啊 好像竹子在路上 你覺得跟原本的永新 酥茶比喻好 哪一個比較好 我覺得這邊比較好耶 因為原本的永新 荒茶以台湖來講好了 它是那種炸的 所以偏 你在乎的是排骨 偏油一點 我覺得這邊的份量 餐的份量沒有原本永新 厚茶那麼大 有個永新鳳茶我會吃不完 但是我最推的還是它的 奶茶 快逛逛了 我覺得吃飯去原本的永新鳳茶 然後如果吃小茶就來這一間 就環境來講這邊比較好一間 因為你的心嘛 是這樣子 而且比較明亮 它比較是開放式空間 比較適合那種涼天的 原本的那種 原本的永新鋪茶 好會很適合 對啊 哈哈哈哈 那就這樣讓大家可以來吃吃看 覺得還不錯 整體來說 退退天理 那就這樣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大家在留言分享 跟你說我愛喝奶茶的朋友 我的頻道啊 掰掰 掰掰 他這邊的餐跟原本永新鳳茶 有一年不一樣的東西 很像但不一樣 台股這邊是用鹵的 那不是鹵啦 炸黃的這樣子 我是炸黃的 原本的是那種黃色的 黃色的那一種 這個是有炒過嗎 我不知道 但是黑的 不是黑的 好老闆 黃色的